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把茄子切成小丁 拎入鸡蛋液 出锅比大鱼大肉还要香 这个做法估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更没有吃过 下面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手片准备两个茄子 咱现在给它切一下 跟地切掉 然后将茄子从中间切开 再将茄子切成厚片 继续改刀 切成条 最后切成茄子冰 切好的茄子给它装到大盆里 然后切好的茄子里加入一勺盐 往这氧化变黑 好 往烟泡十分钟 现在这个工夫咱们来切点赔菜 青红椒去掉根底 斜刀切成丁 青椒切丁 接下来准备点小料 大蒜先给它切碎 再来切点葱花 生姜清末 茄子已经泡好了 将泡好的茄子给它控水捞出来 接下来准备一个空碗 里面打三个鸡蛋 然后把鸡蛋给它充分搅散 给我搅一搅 控水的茄子给它装到大碗里 接着把鸡蛋液给它拎在咱们切好的茄子冰里 充分搅匀 接下来咱们拌个料汁 在炒菜的时候就不会手忙搅乱 来准备黄豆酱 在碗里加入半勺黄豆酱 再加入半勺豆瓣酱 一勺白糖 一勺鸡精 加适量的生抽酱油 然后再来点清水 充分搅匀 放入旁备用 炒锅烧干 加入食用油 油热下入茄子 按均匀 开小火 把茄子给它煎一下 一步煎至定型之后 给它翻个面 最后把茄子给它煎至金黄 像这样再给它尝出来 并起锅 加入食用油 加入葱姜蒜 炒香 下入茄子 清红椒 一起翻炒两下 接着加入料汁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酱汁组织浓郁就可以出锅了 好 出锅 好 装入盆中 姐妹们 这一道好吃的茄子就做好了 这个米饭 就个馒头 非常的下饭 喜欢的姐妹去试试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